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KCAV Happy Friday 的時間 有位朋友最近跟我說 他很大壓力 每晚都失眠 要數眠養 問我怎麼辦 教酒我就懂 所以今天我就教這款酒 後徑零例 睡前喝一杯 包你可以睡到 早上早 是嗎 俗語也有話 那來長島冰茶 換他半晚安睡 沒錯 就是長島冰茶 Long Island 雖然裡面有個茶枝 但是 完全沒有任何茶的成份下 製作出來的 紅茶式 cocktail 據說 因為1920年 美國禁酒令期間 Bartender就把 烈酒和可樂 混合成一杯 好像茶的飲料 雖然 好像茶色 都是酒來的 然後 就改頭換名 叫做 長島冰茶 去走這個法律 所以 這個名字就是這樣 來的 這樣好了 其實 長島冰茶 Long Island 它上面有什麼材料呢 它所謂的烈酒就是 Gin Rum Walker Tekila 和康草 那五隻雞酒 那我就選擇 落每樣一盎司 其實剛才的幾樣酒 全部都可以on fire 所以酒精含量都很高 現在就先搓上去 我之前說過 我做的杯飲料 我是不會用舊冰的 我是會用新冰的 其實酒的份量加起來 已經有大半杯 現在就加上可樂 接著 還要加上檸檬汁 當然 由於時間關係 我已經炸好 那些檸檬汁出來 但是檸檬汁 我會加一盎司 那好了 今天要教大家的Long Island 已經做完了 大家看上去 這杯Long Island 是否跟茶的顏色一樣呢 這樣 現在已經做完了 那好了 做完這杯Cocktail之後 當然要試喝一點的環節 看上去 顏色真的好像檸檬茶 現在先喝一下 爽啊 好吃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 好像只是喝領洛 這樣 其實它的酒精含量 直接超過30% 什麼 絕對要 小心 應付 啊 好了 那今天 教完這杯 長島冰茶 Long Island 之後 的時間 又到了 那麼 下個星期 會搞些什麼 Cocktail給大家呢 大家 記住 追上去 那今集時間 又差不多了 那我都要繼續 喝完我的 長島冰茶 先啦 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啦 咦 臨走之前 記得幫我在下面 按下 訂閱 喜歡的話 就可以幫我 like and share 出來給你的朋友 多謝 拜拜 就算有家長的陪同情況下 都是不可以喝酒的